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它出现便血的时候 并没有局部的疼痛 而且血的颜色常常是鲜红色的 第二个症状就是脱出 脱出一般就是在痔疮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体积比较大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脱出 就是在排便的时候 有质核从肛门内翻出到肛门外 轻的它自己就回去了 严重的就需要用手按揉拖回去 再严重的那么就很难让它回得去 第三个症状就是便秘 这个便秘它实际上和痔疮 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痔疮常常是由于便秘所造成的 长期的便秘会导致痔疮的发生 同时有了痔疮以后 那么排便就会变得更加的不顺畅 那么就有可能使便秘有进步的加重 所以便秘它既是痔疮的一个原因 也是痔疮的一个症状 第四个症状就是肿痛 有些痔疮它会出现肿痛的症状 第五个症状就是肛门不适感 它可以有潮湿感 也可以表现为局部的烧痒 总之这个痔疮它是 第五个症状就是肛门不适感